行政院日前以危险为由撤销了基隆护海公投 葛奎陈建仁也解释 因为涉及中央的专属工作 不适合由地方政府来办理公投 不过今天基隆市长谢国梁再上火线 弄批执政党如暴力犯捂着被害人的嘴 强调如果夙愿无法维护民众权益 不排除要走行政诉讼 执政党就好像是一个暴力犯 不但已经做了不应该的事 还把被害人的嘴巴污起来 大动作开记者会话说得重 基隆市长谢国梁再批中央以危险为由 撤销护海公投是没收民意 前市府不愿意让民众公投 但是又不讲民 但是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程序丢到了中央 中央再加个料再丢回来 然后现在就说民众的公投的一个权利不复存在 剑指的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没回应 但谢国梁守护公投态度坚定 我们将提出宿愿 假如宿愿仍然没有办法维护民众的权益 我们也不排除走向行政诉讼 还有立委建议至少先办咨询性公投 还给接龙民众表达意愿的权利 不能因为中央的一个行政程序 来去漠视地方的一个名义 所以我们主张应该也要来协助地方 来去办咨询性的公投 咨询性公投的拘束力在什么地方 涉及到中央跟地方 它总是有它的一个权限 四街新建试设中央及地方 可惜双方始终没共识 这里是声访好与蔡智晨 这种台北众的报道